梦回长安,欢迎来到那一台,我是老虎,咱们继续来看建惠的一个单枪赛,观战方的话是小丽风的一个女儿说,之前这伙计也是一直玩地地府了,应该是转成了一个地女儿,咱们来看一看她的一个打法,直接是满天亲抱抱,伤害的话还是非常可以啊。 观战方继续拉锥子,看一看这个丽女儿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次打法,而且这个版本的话是对于一个丽女儿的一个加强也是非常棒,观战方继续拖,观战方一手金韬怒群秒过来,两千次,四千二,反正两千多,观战方可以看到身份。 反正非常的脆啊,这样的话就非常考验鸡身的一个宝宝,后排的一个锥子卡拉金, 里皮套直接劈过去,对面的一个锥子直接省,这场比赛的话还是非常有看点。 一手小飞机,伤害的话感觉要比这个迷地府的一个迈回的话是伤害要高很多。 这个技能的话应该需要有前置啊,要不的话伤害这么高的话有点无解。 对面的一个孩子黄昏咒点拉自己,再次来曼天,对面的一个孩子黄昏咒点拉自己。 再次来曼天。 要不的话还是很麻烦。 应该是曼天之后啊,才可以用这个。 观战方的一个玉器也是非常好的,宝宝的话也是一直在绿。 而且曼天花鱼的话还是有一个叠加游戏的一个效果。 暗战方的一个药品消耗的话。 可能会把这段充满的副会员进来上述场上的一个局面给吻住了。 不然如果我们就像今天,我从今早上一样,再次述来不合, 那时候呢,就像这条的那样,你没有回不过的。 但是,你现在要时间看得太多了。 方方的一个药品消耗的话 断炸方一直以为这个孩子进行一个点拉 所以的话 药品消耗的准备不是特别多 反观观察方的话 一直在用这个药给升科 断炸方秒波兰 上海非常高 观察方一直拉出了海的药 观察方直接选择用博士进行点杀 效果还非常不错 直接是把对面的一个人物给压倒 观察方直接招着对面的一个主体打 观察方有一种绝对的一个艺术 非常的不过 观察方继续拉 但是感觉孩子拉起来的话 很有差异 因为观察方的人物的一个速度 正好是把对面给卡住了 对面只有一个孩子无力为天 除非对面拉起来的话 人物是可以神优 或者是弹一手163 然后再出一手抗死 要不的话 根本没有机会 感觉这个丽女儿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开发空间 他的一个打法相对于是托而言的话 更加的一个灵活 恭喜观察方拿下比赛 这个看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